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思想的这个局限非常清晰 怎么解读呢 就是我们事后想的说如果说 谁谁谁当时能怎么样 谁谁当时能怎么样 但是你看一看当时是怎么想的 不可能有一个 那你意思是说 以一个理想的方案来分析1989的64 整个意义就是痴心做梦 是不是这意思 什么痴心做 就做梦嘛 你转移回局嘛 把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又回到那个 回盘嘛 再下旗下完了再回去 复盘嘛 复盘嘛 这个想怎么样怎么样 实际上那个时候完全不可能 你是不是这意思 当时是不是存在阴差阳错 阴差阳错多了 多了是吧 当然多了 你好多人都认为这是个节点 那是个节点 我说在阶南堂的时候 它是一个带有宗教情节的一个 你为什么在阶南堂的一句话 就是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阴差阳错 这句话并不是说是必然的 没有说六四开枪六四流血是必然的 没有没有这个含义在 而只是说竟然那么多阴差阳错 到了最后出现了这种最坏的结果 我们想都想不到的最坏的结果 阴差阳错太多的阴差阳错 并不了啊 所以你你现在就说这怎么叫避免不了 昨天在一块吃饭 就是打个简单比方 你跟胡平在争论 你看我刚刚看那个 一个是这个对这个谁 姚坚富是吧 姚坚富对那个谁的陈希同的采访 陈希同讲什么 这个六四这个流血事件呢 他是他原话是这样 有能力有可能不出现 他作为北京市长国务委员 他做了这个判断 他要复盘 他是做了这个判断 你各种复盘嘛 那他能掌握的信息可是不少 尽管他自己把自己摘得很干净 但实际上作为他那个角色来讲 肯定是找了相当多的信息 他认为是有可能有能力 你说有能力是什么意思 就指挡中国共产党嘛 有能力控制住的 不出现吧 他控制不了 他是个综合判断 他也不对 我爱你后呢 赵紫阳在这个 是517讲话吧 和戈尔巴强夫是517吗 应该516 516 对 517 随后517升 516讲话中间 说这个邓小平那件事 中大事情还需要邓小平来掌舵 他就认为 就是他的解释就是 这个我是觉得这样一 这样就把事都理顺了 赵紫阳平不是越权丹正 是我们内部有决议的 对 而且给戈尔巴先解释了 就是你们俩才是最高级会谈 就是他觉得这个一键双 那要把这两个人都解决了 对 但是外部的解读是什么呢 嗯 这是个动员令啊 这个就我跟你说 所以说陈希同这个说话 也不对在什么地方 1989年以后 纽约时报有一次采访了 邓小平的女儿 邓南吗 邓南 然后随同陪采访的呢 还有一个还有个元帅的女儿 啊 元帅的女儿 对啊 这个我当时在纽约时报工作啊 对对 这个东西呢啊 刚才 赵紫阳对郭尔巴乔夫讲这番话的时候 我正在统战部 对 跟严明富吃晚饭 嗯 就是 斡旋嘛 对 我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说这个东西出来 我就问严明富 这是什么意思 嗯 严明富说 我们党内部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个东西 赵紫阳出来是为了澄清这样一个事件 好 啊 这是严明富的解释啊 嗯 可是邓家对 对 纽约时报当时是怎么解释啊 嗯 说赵紫阳要把他卖掉 对 是说把邓抛出来嘛 对 我们全家都都都都是要被 然后严家齐看了东西之后是什么样 就是说 对同一个事件的看法 即使体制内的人都有那么大的一个风气 所以说 最后 严家就说 邓小平误判 怎么可能形成一个 上乘的一个统一的方案来解决问题 而一旦邓小平误判之后 他就认为有些人要把我 赵紫阳要搞 要要出卖我 所以 邓和赵之间的这个结就解不开了 嗯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517啊 不是他们之间的结解不开了 而是邓下了决心了 对啊 这个解不就是因为这个结解不开吧 把这个就是你中共的温和派靠边站了吗 在这以前告诉你啊 邓小平及其他的家人一直在活动 嗯 要让学生体面的走 让邓家有一个啊 那怎么怎么面子之类的 大家都找过面子 还在讨论这样一个方案 对对对对 而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这些方案全部都没有 但是我也看到了 就是我看那个赵紫阳的回忆录 这个里头有一个就是说 邓对426舍论是 不否定的 这不否定当然 对 始终他是不否定 邓家也是不否定的 他不否定 他通过一些别的方式给 运动参与着一点面子 这样的话 你现在这样讲 就是实际上我看到的 就是说他是留着 留着这个动乱这个定性的 他是可以做这个 最后做严厉处置的 这是一个邱和孙障的一个说法 对对 就是邱和孙障的口子一直留着的 就是我们谈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说绝食的发起的时候 说好 那邵王他们可能 就是没有想的太深远 但是他的初衷是对着 邱和孙障去的 就是你必须把这口子封上 动乱定性封上 而且事实证明呢 就当时这个对话团 那你一直是在纠缠嘛 各种方案就是唠不听嘛 那绝食一开始马上对话 马上卖对话 但是就是说 这个 这个里头就是 赵他不是跟那个建工人代表 也没有建学生代表啊 这个呢 我这个对你这个 当初我听你谈这个在街南逃这个理解吧 你说是阴差阳错 就是说是这样的 我说阴差阳是这样的 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下民调 把所有的体制内的体制外的 有影响力的没有影响力的 你都做一下民调 赞成以六四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的 能占多少 这个东西 万分之一吧 这个东西当然是不可能的 对啊 那我说民调咱们就匿名了也行啊 但是确确实实在当时情况 不要说现在的话 就在当时情况下 但是那么多不愿意出现这个局面的人的努力 都没有挡住这个 这个厄运 这个悲剧 很多人会说你们这是对共产党的天真 这个中间是不是就有 数不清的阴差阳错在这个 这个我知道你说的意思 就是阴差阳错导致这个结果 你觉得这个地方能挡他一下 没挡 没挡住 那个地方能挡一下 没挡住 为什么没挡住 阴差阳错没挡住 这个所以说呢 你包括中间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赵紫阳出访朝鲜 为什么要出访朝鲜 那么重大的时期 另外一个万里要出访那个加拿大 我记得那个回忆是万里还专门问赵紫阳 说我是不是就不出去了 赵紫阳说那你不出去 别人还觉得中国有什么大事情 他去朝鲜也是这样 别人说是你是不是不要去了 他说我不出去 别人会认为这个中国有大事情 是吧 那明明是已经是大事情了 那你不在 咱们责备贤者吗 你把这个认说成是阴差阳错 我不光是他一个点 很多个点 对不对 赵紫阳在那个建那工人代表上 说是这个 不要做这个亲者痛仇仇快的事情 他认为他在放风 学生听得到吗 就当时广场的学生整天在焦灼的是什么事 就是在当时的时候 学生认为 就是说自己的那个 要求已经非常少了 非常低了 就是实际上核心就是426定性 但这个定性他们是寸步不让的 就是赵紫阳他们说的是 我们肯定绝大多数学生 那四方生本来就说的是少数人了 这个在级栏头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426是不让的 不会退的 那么邓小平最后一定会杀人 可不可以这么推理 一定会秋后算账 一定会秋后算账 就是说 如果说没有出现流血事件 秋后算账也是在所难免 对吧 那么绝食就是为了赌这个秋后算账 我们不管他最后效果怎么样 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 我认为是虚火上升 就是都很热 都很热 但是呢 你有绝食这么重大的一个决策 你性命相拼 我要否定这个散烈舍 否定动乱 但是呢 一说戒严就停止绝食了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他们说这个就是 这个就失去了戒严的借口理由 那我绝食你就要戒严吗 我也觉得就是说 这个里头机会主义太严重了 我听不懂了 也许是这个戒严以后 让这个绝食要硬碰硬 这个梦破灭了 就是 那就说绝食本来是认为 可以逼迫他答应 本来可以逼迫他 发现他更硬了 更硬了 那么觉得我们没有用 我们白做了 没用 怎么是白 你绝食是绝给谁的呢 不就是为了要他逼迫他妥协吗 最后发现对方根本不care你的生命 他更进一步嘛 不care你的生命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 那我们就复食好了 我们不给他看了 现在问题就说 邓小平搞了一个426社论 学生通过绝食要把他426社论撤出去 那么邓小平又不会撤消这个426社论 所以我当时跟马上方说的时候 都没有说到咱们今天这么透彻 我当时是说他政治局他们这个决策层次 不可能在一个礼拜内答应你的要求 但是你今天咱们说到这儿 就说那是邓小平不可能让他 对啊 这个所以说这个 不可能让他成立 在六四的时候吧 有一些人跟我说话 他说我们这些知道共产党的人 就知道你们这些学生很天真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讲 对啊 那么当时就有人这么跟我说啊 说你们很天真 你们这些人不知道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我们不要说共产党 因为我们在那分析的时候 是这种共产党这种所谓机制 所谓机制 所谓党性 在分析这个东西呢 就是我过去一直认为是 这个八九年是一个政变 党内政变 但是呢 我看那个赵子安回忆录不是啊 他们这个爆童他们 起草了一个 文件让赵子阳在这个十三大上 一个会议上宣读 就是说给邓小平特权 一个就是说 重大问题由他来决策 来定版 另外一个他可以在家 召集会议 那就说是 事实上不是有一个太上皇 而是有个终极的独裁者 对 就是说 赵他们 推了一个邓小平 做终极独裁者 这是抱同的提议 由赵子阳去 去做了这么一个决策 那好 说是 让这个终极的独裁者来保驾护航 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避免其他的 这个元老干预 就是在他们心目中间 党内民主也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要推个独裁者 那好 这个独裁者要抛弃你 而且要镇压你 你怎么处理 对 实际上就是 赵子阳他们 所以我今天说的这个 就是说 99.999%的人反对 没有用 但是 有一亿分之一 十亿分之一 不是 不是十亿分之一了 就是一亿分之一 对吧 就是几个佬 好 就说这事不能过去 对 哪怕你 你把 可能把当时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能叫革命家的人 中国人开个会 可能 多数意见 可能都反对六四的 六四镇压的 但是呢 人家有一个党姓在这 不是党姓 像戴晓平手上掌握着坦克 这是他的王牌 不 这个里头啊 就是说 军队为什么会听你的 会听你个糟老头子 那他 也是 他是有机制的 他这个 他是有机制的 戴晓平 这个一手掌握的这个军队啊 最终这个军队这个牌啊 他还是出来了 他这个牌觉得 应该抓 所以那你 你认为就是说 不是党指挥枪 是枪指挥党 也不是啊 也不是啊 这是假面 所以这个 这个里头 他还是有一个 逻辑是要顺过来的 顺过来还是党指挥枪 党指挥枪 但是呢 谁是党魁 是需要确认的 对不对 那就说 这个党魁是独裁者 他可以力排众议 实际上 他是这种机制 就是 这个时候 他照他们选了邓 来力排众议 做这个独裁者 是力排众议的一个独裁者 那当然了独裁者扛了大家所有人也就 反对无效 也就不反对了 所以说这个中国人只能认 赵子洋也得认 老百姓也得认 认这个命运 那么这个话题最后一个问题 我要问你就是说 六四过了三十年了 你再回头来看 你这么多年来 你说你退出这个命运 但你这六四问题一直在关心 那么你也在从事一些股票 经济含面这些东西 那么你怎么看中国的未来 从过去三十年来看中国的未来 和你当时在六四中的作用 我在六四中间有什么作用 这个没什么作用 没什么作用 对 你刚才讲的就是中国未来会是什么样 对 你怎么很多人过了三十年 反过来去认为共产党六四这样是对的 到这样一个地步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这个思考能力缺失 缺失 思考能力缺失证 他会认为就是说是 对我们有一次吃饭 你说很多人现在都当年参与六四的人 对自己参与那场运动是反悔的 就是确实正在哪呢 就是说是 他会把这个 时间的前后和因果关系 他他划等号 他是线性的 实际上有前有后未见的是有因果关系的 甚至可能是反因果关系的 比如说很多人认为六四镇压 才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那我觉得这个解这个 这个要解释 思维混乱 这个阐述起来是太委屈了 太委屈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六四之后是经济萧条 真正重新走上这个经济自由化继续开放 是邓的九二南巡嘛 九二南巡也是相当于场军事政变嘛 对不对 用枪压着党嘛 再次八九年的北极 对不对 八九年也是用枪压着党 对对对 因为如果说按正常秩序来 尽管我们前面有一个认可一个独裁者 但这个独裁者太过分了 我们也可以把它废掉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时候独裁者就已经开始调军队了 你怎么废 所以你看赵紫阳开始讲 就是说要 要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让温家宝去发通知嘛 温家宝说可以发 但是效果可能会很不好 他就不吭气了嘛 那后来又指望着让万里去 开人大 六月二十八年 就是赵是想按规矩来的 那人家就是直接先下手为强 就不按规矩出牌了 会也不让你通知 也不让你参与了 就是你 还给你说你这个 这个撂挑子 说你分裂党 对说你分裂党 什么支持动乱 对不对 那就是不讲理了嘛 不按规矩来的 那实际上九二南巡也是这样的 也是用枪指挥党嘛 就是非常时期独裁者 用枪指挥党 那九二南巡又重新启动 这个经济改革嘛 完了以后呢 有后面有这个最惠国待遇 和和人权这个脱钩嘛 那你你如果不脱钩的话 是非常难办的 对不对 所以说经济起飞 跟这样六四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那么还有001年的那个WTO嘛 入市嘛 WTO入市 这是一个起飞的一个起飞的节点 这是真正起飞的 你国内再怎么折腾 能好到哪去呢 但是呢 WTO这个一进来 那个是一个就像 那个资本就像洪水猛兽一样 像洪水一样 你经济不发展都 低挖地嘛 你这个是挖地嘛 价值挖地嘛 你的土地几乎是免费送的 你招商引子几乎是免费送的 对不对 所得税几年免 对不对 完了以后呢 你你这个劳工的 和和那个欧美的劳工的收入 十倍二十倍的差距 那生产的产品 那是一样的产品 所以他为什么不把生产线 迁到中国来呀 他资本为什么 傻瓜都会 对呀 就是你算的很清楚的嘛 算的很清楚 你像美国的资本 美国的中国的利率多高呀 对不对 就是那美国的资本 那跟琴械一样 欧美资本 香港港台资本 那那是牟利嘛 很正常的 资本家就是主力的嘛 对 那这个时候我就 昨天我说那个 可能那01年到11年 那个增长率10%都挡不住 实际实质增长 10%都挡不住 所以这个跟六四有什么关系呢 六四是他们需要 反复要摆脱的一个事情 希望所有人都不要再提了 对不对 那你还说六四带了中国境界发展 你不是给他添堵吗 对 这是添堵吗 这是他实在讲不出道理的时候 来回绝你的 这不要谈这个事情了 对不对 不是 这很多人就是 这个你这个成亲是比较重要 成亲是这样 就是说你在 你是这么一个政权 你资本家 他们做院外活动都很尴尬 所以你看魏京生的那个 说要给中国最后的待遇的时候 那克林顿安排魏京生那个回忆 就是一帮老板 就是告诉他 如果说你不反对这个 这个最惠国贸易和这个脱钩的话 你可以有很好的生意机会 这魏京生的那回忆 在YouTube可以查到了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因为 那魏京生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人权状况差嘛 那六四是个人权状况好的表现吗 肯定是差的表现嘛 他需要反复的要说 我们不会这样做了 包括李鹏说的解释什么 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防暴 防暴装备是吧 所以是 必须用坦克 这是我在秦城监狱 听到那个介绍外国李鹏的话呀 大家怎么把这些细节都忘了呢 对不对 共产党说镇压造成这个 你也就相信镇压能造成经济腾飞 谁告你镇压能造成经济腾飞呀 政治蜂蜜能造成经济腾飞吗 你反而看呢 就是说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民间的舆论是比较开放的 实际上我们看到胡温十年 舆论是比较开放的了 相对来讲 比江时期要开放多了 当然江时期有一些出版业 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到了 胡温十期呢 就是转到那个网络上去了 网络上什么样的文章都有啊 对不对 你经济这个萎缩的时期 它跟那个严控 政治严控是相关联的 对不对 你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 这个政治上它反而会松一些 可能是会松 这是有 这是一个现象吧 就是过去的一现象 咱不总结中间是不是一定有规律 它现象上是这样的呀 如果这样解的话 我现在问你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 这些人为什么现在反而会参与六四人 为什么反而来会支持六四这样 觉得这样是对的呢 我说参与六四人可能就是当时那六机械学生吧 对不对 从大一到大五 像清华这种五年级的 还有这个研究生 博士生 那么这些人本来就是中国的精英 八十年代他们就是精英 那么在九十年代 进入二十一季 他们已经在各个层面 所以权力精英 知识精英 这个财富精英绕不过去这帮人 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呀 那么他们在公开的发言里头能反对党吗 对不对 党说文革是十年浩劫 他能说文革中间也有人民民主的因素吗 对 党说八九年是动乱 他能说那是爱国民主运动吗 你看他们被绑架 被利益绑架 被这个意识形态化一般 但是这样的问题就在这儿 就说你老这样说老这样说 最后你的言情就改变了你的思想 这是心理学的问题 好啊 谢谢郑旭光先生啊 三十年以后啊 作为当年的啊 二十一号通知通缉令上的第九号人物 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 跟我们谈这个沉重的话题 这个话题呢 回顾了他在三十年前的那场运动中 他在一些运动中啊 这个一个一些节点上的啊 一个作用 当然大家就知道他做了很多事 但他也跟严嘉琪先生一样 他他没做什么啊 这是他很谦虚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他讲了他一九八九年 这个到一九九五年啊 这一段呢 他实际上还是在继续的这个啊 抗争到九五年以后呢 他思想上发生了一个转型 行为上也发生了一个转型啊 大家可以听他解释 他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一个转型 那么最后呢 我请他谈到了就是说这个啊 对这个事件的一个评价 和当今的这个中国啊 发生了一个怪象 就是很多人啊 认为这个一九八九年的镇压 带带带动了中国今天的经济的发展 然后他对这个观点的进行了一个 强有力的一个批判啊 所以说这是他今天跟我们主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啊 感谢郑西光先生啊 今天花长时间跟我们谈这个沉重话题 啊 也谢谢网友 陪在我们一起啊 讨论这个话题 我能补充一下吗 好啊 补充一下 就是说到最后这个话题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更 比起六四事件来讲 我觉得是更沉重的一个话题 因为 一个呢 就是 当事人 不能够诚实的面对 当时的情况 要 最初是口是心非 那么最后变成言言行一致 修改记忆 这个修改这个逻辑 那么我觉得 这对这整个一批人来讲 是他们处于一个严重的精神疾病的状态 这是非常可悲的 也是危险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 没有经过这件事情的80后90后 00后 他们不能够理解中国何以如此是现状 那么 因为不能够正视历史 可能会带来一个更灰暗的未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目前是更 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话题 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出动这个对于六四事件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探讨 能够公开的探讨 当然我也希望就是在大陆的这些思考者 能够公开的来探讨这件事情 探讨这件事情能够让当事人从这个精神疾病这种状态里走出来 会好很多 对他们会好很多 好啊 谢谢补充 这个感谢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到此为止 谢谢我们导播 再谢谢我们的关注和嘉宾 郑先生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小屏 我一直有一个逆想 这个印象就是 怎么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 就是把他们的价值观能够更好地呈现出来 而这种呈现不是像社交媒体现在是这样的 杂乱无章 所以怎么建立一个建博论丧事 弄自由这么一种宽度 同时呢 又让他们的思想和品质能够得到一个保障 这就是我建民进电视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想有一个思想观点交流的这个集散地 这些人才的思想得以表达 这些人的知名度也因此得以增加 强烈了一个新的电视台 叫民进大家台 这个大家台 就是让大家来参与 一起来建设这个民进 那我们现在准备有这么一个新的开始 谢谢 屎 我们下期再见 是